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场戏安排在了通州 几十辆大卡车骑刷刷排兵队阵式的 在迎接一场好戏深演 是什么样有趣的题材 能用到上百论剧型变形金刚欧曼仲哈来捧场 稍后会揭秘 这部电影很荣幸邀请到影视行业大嘎张一鸣导演指导 他曾指导惊涛骇浪 太行山上 抗美援朝 林海雪原 大爱无言 生死时日 乡里彩虹城李宇郎还现任慈善中国影视部主任导演 北太平洋国际影业董事长 开机现场庄严且温馨 导演张一鸣带领大家说开机大吉 为北京留下来一片喜气洋洋和美好的景致 还邀请到知名演员季晓 他也被誉为嘎那棕驴艳女孩 因为季晓曾在2017年和2018年分别被邀请 在法国嘎那电影节宣传参与的电影《走红》 坦病头戴象征和平的棕驴夜和美丽的棕驴夜服饰 深的国内外好评的和平使者 棕驴夜女孩 曾申与并主演的电影有不一样的烟火 《我的好儿子》 给我一片蓝天 丛林大营就等 季晓说 能够出演影视剧 每年带着优秀作品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发展 我真的很幸运 季晓即将出演电影《注梦》 2019年也会为《注梦》这部电影去国内外宣传 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它剧透故事与企业家王文波的创业故事未远行 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工地大车司机 到创建了玄顶集团这样的龙头企业 从一名退役军人到立志的自立更生 以艰苦奋斗为自己的奋斗割延 以不忘初心为自己的使命 讲述一方七十 字幕志愿者 李佳一伦夫 李佳一伦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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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